大家好,我是小宇 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在近期的一次采访当中 刘雨宁被问到有没有想要合作的艺人的时候 她回答想要和周深合作一次 其实刘雨宁和周深在去年就已经在我们的歌节目当中相识了 而且呢还是两组对手呢 刘雨宁只要是在公开场合就会礼貌的叫做周深一声老师 这真的能够看出来刘雨宁是非常的喜欢而要尊敬周深的 看来呢确实是想要和周深合作很久了呢 当初两个人在我们的歌当中 周深和李克勤合作 刘雨宁呢则是和任贤奇合作 两位实力派同时遇上了大前辈 表现的更是不相上下 其实两人除了在出道后舞台上见过面 那更巧的是 在此之前呢 两个人都有在歪歪上面直播过 也算是曾经有过同事关系了吧 可以说是两人都是网红当中的前辈呀 在今年的东方风云榜上 名单当中刘雨宁为第二 周深在第九 这也是继我们的歌之后将首次同场演出 周深歌声绝美细腻 刘雨宁则是浑厚低沉 小编倒是十分的期待 两个人如果能够合作一曲 会擦出怎么样不一样的火花呢 周深和刘雨宁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成长得非常快 可能就是从我们的歌节目之后开始吧 两个人的名声大噪 最近两人又是各种上综艺出席活动 周深和刘雨宁都拥有着幽默接地气的性格 劝了不少的粉丝 要说这两兄弟吧 小编想了想 好像还真的是存在着挺多相似之处的 首先不忘初心 周深和刘雨宁都是网红出道 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综艺也好 还是拍戏也好 两个人最钟爱的依旧是唱歌 其次两个人都是演语圈的一股清流 无黑点无绯闻 最后就是和粉丝都像亲人那样相处 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 两个人不无道理的 近日刘雨宁为和神二演唱了主题曲《浪》 周深则是为《龙之鼓2》演唱了《卡布勒船长》 假如说真的能够将二人的风格合二为一 或许又能够打造出一首不一样的曲风 希望有一天 真的能够让刘雨宁完成这个愿望哦 周深的音乐天赋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拥有到空灵的嗓音 声音干净纯真 曾经还获得过新声音全国总冠军 其实刚认识周深的时候 是因为《大鱼》这首歌 内轻盈的旋律到现在都难以忘记 他也是因为这个才会被大众所认知的 周深因为在歌唱方面的才华给火了起来 有了一定的人气之后 最近有在参加一些真人秀节目 《青春环游记》第二节 一起录制节目的还有范晨晨 钢琴家朗朗以及杨迪 在最新第六期的节目当中安排了一个点歌的环节 每当到周深翻唱年轮的时候 真的是被惊艳到了 这唱歌的功底真的是太深厚了 在《青春环游记》当中的周深翻唱年轮 纯净温暖的歌声再次的把这首歌动人的演绎了一遍 如果说张碧晨唱年轮这首歌是凄凉 汪苏龙显得有点苦涩 相比周深的话那么就则是优美了 从他的嗓音可见是有无限的可能 周深优秀的业务能力和认证的工作态度 更是赢得了很多音乐人老师的欣赏 说实话之前有听过张碧晨的原唱版就觉得 这首歌无论是作词啊或者作曲上面都非常的好 但是没有想到周深翻唱歌曲也这么好听 不过呢也是离不开他的唱功的 在看《青春环游记》的时候也才算是知道了 原来男生版的年轮也可以如此的优美 深深独特的深陷一开口就让人沉醉其中 唯一感到遗憾的那就是周深唱的是片段太短了 其实周深不只在《青春环游记》当中翻唱这首歌曲好听 他还上过很多歌唱类的节目 也给听众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除了参加真人秀节目唱这首歌很惊艳之外 周深参加经典永流传的《摸鱼儿》 《燕秋辞》到现在还时不时的在我的耳边环绕呢 印象这么深刻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周深不仅唱出了诗歌的内涵 更能够从声音当中感受到 一名16岁少年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执着 听完过后让人的内心无法平静 仿佛是自身也融入到了诗词的意境当中去 这可见周深对于舞台的尊重和一名歌手的专业性 现在在游乐圈的周深已经成为了乐坛的可圈可点的唱将了 技术方面自成一派 真的是因为周深独特的技术导致了声音的美感 显得有些纯真朦胧和梦幻 而且它并不局限于独特的音色 在独特的声音的背后也彰显出了唱功的深厚 从影上看到周深的这些唱歌功底 不得不说它简直就是行走的播放器 在许多的节目当中都留下了颇多的优秀作品 现在录制综艺节目翻唱都可以吸引人 唱歌的它真的会发光 又治愈又舒服又让人沉醉 不知道大家感觉到怎么样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